你算什么东西 你也配这么污蔑史皇帝 我配 先生 为何如此辱骂姑 辱骂我 眼前这个站在下人旁边的便是史皇帝嬴政 此次出行看到下人庄园内东西奇异 又怕对方是六国余孽 于是便假装自己是反情人士 当着下人的面把自己骂得狗血淋头 一旁的王奔都弄圈了 哪有人这么痛骂自己的 我怪你气度不凡 这才将心里话告知你 想要你和我同成大事 却为何如此说我 我骂你都是惊的 要不是看你旁边有个大汉 我早就揍你了 这话是何意啊 在下说秦王是暴君 大秦是百无一世的暴政 这话又何不妥 你懂个屁啊 老赵 我告诉你 我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余孽 秦史皇远非你想的那么肤浅粗鄙 嗯 那你给我说说 秦史皇有何可取之处 多了去了 反正我东坡肉没熟呢 就跟你说说 愿闻奇想 秦史皇可以算得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开天辟地之人 那是真真正正的千古一帝 千古一帝 好有气势的称呼 对千古一帝 自古以来能出其佑者几乎没有 古 果真有这么厉害 车同鬼 书同门 统一度量横 使得华夏 自三皇五帝到如今 真正意义上 完成了大一统 从大秦开始 我华夏大帝 才是真真正正的 成为了一个整体 对整个民族 天下所有 阎皇子孙来说 到底有多大的意义 岂能是眼中只有那一亩三分地的 六国余孽 能看得明白的 都说大秦 统一六国 杀了无数 请问大秦统一天下 才死了多少人 反观六国相互讨伐 死伤者不知是秦 统一六国死伤的多少倍呢 华夏大帝 若不是秦 完成了一统 难有百岳 没有匈奴 一个个支离破碎的样子 如何能御敌于千里之外 使皇帝虽有瑕疵 但终归事工大于过 凭这一点 就不该被单纯的视为暴君 你们一口一个反秦复六国 说到底 只是为了自己的 锦衣御食罢了 好 知己呀 没想到 这世上竟然还有比百官 比姑的内侍亲人 还要理解自己的人 你好个屁呀 老赵 你不是要造反的六国余孽吗 我说使皇帝的好 你跟着叫什么好 这 不瞒你说 其实在夏之内心 是向着大秦的 刚才那一番话 不过是为了试探先生 我对大秦之心 可朝日月 若我是真心要造反 又岂能没一点准备 就前来拉拢先生 特么的 闲得但疼试探我 你当真不是六国余孽 千真万确 老赵 看你举止不凡 身边又有如此精壮的随从 而且你还姓赵 你在朝廷里 该不会是有点关系吧 关系 是有那么点关系 不过 只是依赖祖上有功 所以得到了点好处 这才游山逛水 那真是可惜了 不知道先生你 可惜什么 可惜你地位不是很高啊 我看你姓赵 以为你认识啥大人物呢 要是你地位 再高那么一些 我就有办法 让咱俩都飞黄腾达 说不定以后 能改变整个大秦的国运呢 先生 你说的改变大秦国运 乃是什么 我说你小子 不会是什么密探吧 你看我 像是那种文武双全 不显山不露水的密探吗 这倒也不像 就你这身材 人家朝廷 也不一定要你 是是 既然你不是密探 那我就放心了 反正出了这个门 你说什么 我都不认账 索性没人跟我吹逼唠嗑 我就跟你聊聊吧 嗯 先生 什么叫吹逼唠嗑 哦 就是尽情闲聊的意思 哦 尽情闲聊 行 那我今天就好好地 跟你吹逼唠嗑 你让你身边这个壮汉 也坐吧 处在那里 挺唬人的 嗯 先生 你家这床榻在哪 做什么床榻 床榻哪有沙发舒服 嗯 沙发是何物 哦 那个就是 哦 此物真是松乱舒适啊 那肯定了 如果早来几年 这东西我都准备找机会 进献给始皇帝了 先生为何如此说 就算是现在进献 那也不曾晚也 嗯 现在已经有点晚了 我估计是 见不到秦始皇了 或许有机会了先生 就一年的时间 我这么个普通人 能见到秦始皇 机会渺茫啊 嗯 一年是什么意思 先生莫非一年之后 就会离开此地 我离不离开 不一定 但是秦始皇 他老人家离开 几乎是肯定的了 大胆 你说什么 哦 你激动个屁啊 我说了 反正出了这个门 你们揭发我什么 我都不认账 退下 先生莫怪 吓人粗鄙 只不过 先生这句 使皇帝离开 是什么意思 就是人死了呗 嗯 咳咳咳 先生这话 说笑了吧 你怎知道 一年之后 使皇帝就会死了 莫非 先生是神仙 能预知未来不长 特么的我 总不能说我来自 两千年后吧 咳咳咳 你可听说 皇帝痴迷恋丹 嗯 是有所耳闻 没想到先生也知道 不过 修仙问道 想要长生不老 这有何不可 长生不老个屁啊 你以为那些个术士 是真的有本事 那都是一帮骗子 要不是他们 使皇帝 断然不会死那么早 这 这是为何 就因为他们炼的 那些个金丹 那哪里 是什么仙丹灵药 那都是一个一个的毒药 本来使皇帝 身体就不好 好好养生的话 还能多活不少年 但是一颗颗的毒药 吃下去 不死才怪 什么 毒药 先生这话 未必是真吧 你又没见过使皇帝 又怎么知道 他吃的金丹 都是有毒的 莫非 你认识那些术士 一个都不认识 不过 你也不认识皇帝啊 你要是真的认识皇帝 你就知道了 他每次吃完 肯定都会有偶感 还会腹痛拉息 甚至还会变血 古每次吃完金丹后的样子 怎么和他说的一模一样 莫非 他说的是真的 先生 你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以为那些术士多厉害吗 我闭着眼睛都知道他们怎么练的丹 他们哪里是练丹啊 练铁还差不多 凭着半吊子铁匠的本事 却享受着堪比成像的待遇 当然 这事情皇帝自己也有错 他过于痴迷 长生不老 这才会被一帮江湖术士匡骗 要我说 好好养生 秦始皇至少能多活个一二十年 甚至更多 哦 那这些江湖术士 果然是该死 听了瞎人的话 嬴政顿时也没一滴 旁边的王奔自然知道 这是代表皇帝的心理 是真的恨己吗 先生 你刚才说的养生是什么 可是什么灵丹妙药 养生嘛 怎么能算灵丹妙药 养生就是吃点好的 干点健康的 哦 就这么简单 那当然了 不过这也得分谁 如果是我来帮忙 那肯定就是简单无比 但是换做是别人 只会让秦始皇 加速的拉垮掉 嗯 先生 何为垮掉 哦 就是由禁而登窟 最后并入膏肓 原来如此 咱们说这些 其实意义也不大 反正我们看不到皇帝 说这些 其实没什么用 还不如说点实际的 何为实际的 实际的就是 使皇帝驾崩之后 天下必然大乱 老赵 你要是信我 就听我一句劝 你得做好 未雨绸缪的准备啊 哦 如果换做别人这么说 嬴政肯定不信 而且还会让王本把那人砍了 但是经过跟虾人吹逼唠壳之后 也是将信将疑 天下大乱 也不至于吧 就算是皇帝崩了 大秦照样几十万大君在 朝中文臣武将无数 横扫六国 余威尚在 何来天下大乱之说 这你就不懂了 大秦之灭亡 不是因为外界 而会因为内部 追其霍元 不在旁人 而在皇帝本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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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